在上周五的时候 华为又算是毫无声息的 突然公布两只新的手机 那是什么样的手机 是感觉还蛮酷的 我们看到这次8号开放的两款新手机 一个叫MAT60 Pro Plus 还有叫MATX5的折叠机预购 所以我们看到MAT的系列 现在是越来越丰富了 而且我们看到目前为止 华为并未公布处理器的相关讯息 但是我们看到就有传言 说现在MAT60 Pro Plus的手机 将会搭载比MAT60 Pro麒麟9000 更高阶的麒麟9100的处理器 而且现在的规格已经达到了5.5G 而且再来看香港文汇报的报道 说目前为止 MAT60 Pro Plus和MATX5所搭载的 是与MAT60 Pro一样的7纳米的芯片 目前为止MAT60 Pro第一批的用户实测发现 目前为止像MAT60的包装盒和公开的信息 没有提到5G 同时也没有显示5G信号 但是它的网速已经达到了5G的水平 是 当然可以看到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的时候 华为新手机腾空出世 那一刹那当然让雷蒙多是有点懵了 这次懵到整个拜登团队过了几天之后 才由国安顾问萨利文出来说 我们现在正在拆解 拆解之后再回答各位的问题 到底这个中间的处理器 是不是有涉及违反美国芯片法案的禁令 当然看得出来 华为实际上是有备而来 对不对 那之前是这个MAT60 Pro 那周五的时候是MAT60 Pro的Plus 就是更大一点 那还有一个是X5都出来了 那看得出来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到底处理器是什么 现在一直有传言是9100 那个到底是不是9100还是9000s 这个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在华为在找突破口突破 是而且我们看到目前为止 自从大家拿到了MAT60 Pro的第一批机型 很多的这种网友们就开始拆解实测 包括美国 美国是和第三方的科技的机构 调研机构叫Touch Insights 其中的机构也差不多拆解完了 他表示说几乎MAT60 Pro的组件 全部是由中国供应商提供的 那么像SK海力士的硬件 只是海外采购材料的特例 因为目前为止看到MAT60 Pro 横空出世 大家拆解完了之后 美国就发现说 怎么里边会有SK海力士的东西 SK海力士说没有 他吓坏了 对吓坏了 说一经美国的禁令一出 SK海力士就没再敢卖过 给华为任何东西 对但是有人说是库存 有人说可能是在海外其他地方买到 但重点我们一直回到一个点上 因为现在最重要大家知道 马上iPhone15在9月中旬就要问世了 当然对果粉来讲这是非常期待 但是好像今年对这个iPhone15 大家期待值不高 是因为这个价格上涨 但是内容变得不多 虽然号称是3奈米手机 但是在市场来讲 华为沉寂了这几年之后 现在你看连出三支手机 其实倒不是跟雷蒙多叫板 也不是跟拜登过不去 最重要市场嘛 对不对 现在我们需要市场让消费者能够选择 所以都卡在9月15号 美国公布之前推出 而且这次推出的这么多手机 在告诉美国说中国的芯片够用 关键在近期的一些华为的一些讲话当中 其实大家已经避开这个5G的概念 开始大多数说的都是5.5G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今年的巴塞罗那的 世界移动通讯大会上 华为就说现在已经进入了5.5G的时代 到底5.5G意味着什么 我们来和大家一起看 首先5.5G它有几个关键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它就是可以为万兆的体验 它的速度一定会更快 同时是全物联网场景 而且通讯和感知相融合 还有就是level4级别的自动驾驶网络 还有就是绿色的消息和通讯技术 在这几个方向上如果都能够去触及的话 就已经说明是5.5G了 所以我们看到华为正在往这个方向进行发展 孟晚舟也说5G到6G 5.5G是必经之路 但对华为来说 已经提升超过5G的概念 朝5.5G这个通过之后再就是6G 一步步向前走 那这个中间讲到非常重要的就是 自动驾驶level4这一个关键 因为我们知道华为造车这件事情 大家传言已久 任正非也讲得非常清楚 5年内不造车 对不对 但是最重要华为卖技术自动驾驶 因为自动驾驶是非常的赚钱 那一部造车其实说真的你造了半天 利润这个因为你成本很多 要电池板金玻璃轮胎这些 但是自动驾驶卖的是软件 对不对 车载电脑透过这个软件 透过5.5G的系统 跟中央伺服器连结之后 这个自动驾驶就构成了 所以华为看重的是这个 软件市场 自动驾驶这一块对不对 是而且我们看到 5G和5.5G还有一些不同之处 那就是刚才戴卫老师也说到 说5.5G是跨入6G的一个跨越阶段 当然华为认为 这也是接下来的一个突破口 而且上游新闻也报道说 5.5G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 会一直到5年的时间 那么同时也有专家指出说 像移动通讯的技术 差不多每10年就是一代 因为技术发展太快了 那整数代和整数代之间 它的技术差异过大 那么5G和5.5G目前为止 技术差异没有那么大 但却是在6G之前的一个过渡时期 是 那当然这个消息 我相信对很多要买手机的朋友来讲 都是好消息 但是也可以反映出 美国封锁中国的华为5G这些产业 实际上美国自己在丢失一个巨大的市场 对不对 因为各位要知道中国巨大的消费力 实际上中国从来不排斥什么苹果排手机 或是其他的 但是如果这样一直走下去 只会让中国的消费者只买华为 对不对 大家那种感情嘛 对不对 那种情怀觉得说 我怎么好意思拿这个苹果手机呢 对不对 华为啊 因为听说前两天有传言 说中国政府要限制公务人员 还有国营企业 不能用iphone 光是这一个传言呢 市值这个股价大跌啊 对 苹果股价大跌啊 而且我们看到了其实目前为止从2018年开始打贸易战 那么2019年其实是科技战的刚开始 包括孟晚舟事件 就中国美国呢 在针对华为这一项打的科技战就已经开始了 而华为呢 这一拳很好的回击 其实也是在告诉美国打不死的 与会将其变得更加的强大 是 所以呢 这个华为啊 我觉得还没完呢 对啊 那现在不管是X5啊 或者是这个Mate 60 Pro Plus啊 这个后面还有好戏啊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中国正在寻求突破 华为也在寻求突破 这个突破 美国当然现在实际上是摸不到边啊 但是呢 这个先进封装啊 是美国过去啊 在这个上面比较疏忽的一块 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 芯片呢 一直越做越小 那在这个半导体产业就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芯片 比如说现在3奈米最小 将来是不是要2奈米 1奈米 0.5奈米 那在这个追逐的过程中啊 第一研发经费很高 第二设备投资很高 是 因为你一增上去 你就要全部设备换 好 那这两个东西呢 一弄完之后 这个能不能获利啊 就成一个问题 因为不断的追嘛 所以现在听说台积电啊 对于这个先进封装 叫堆叠 简单的讲就像一栋大楼 一楼商店 二楼办公楼 三楼住家 他把这些电子产品啊 堆叠起来 封装 一个一个芯片里面 所有的功能都在里面 但你拆开 比较传输会慢 集中传输快 对不对 省电 那效果呢 很好 所以有人说啊 中国这一次华为的这个麒麟9000s啊 他是用了这个2.5一种堆叠法 先进封装 所以呢 他的效果可以达到5.5G 对不对 虽然他是7奈米 7奈米的级别 但是可以到5.5G的速度 就代表这个突破嘛 所以你看中国人的脑袋很聪明啊 对不对 一直要想办法突破 所以美国玩的 其实是一种豪赌 那丢掉了中国市场 美国一定会找寻下一个市场 去填补中国这块市场 而美国其实本身 他自己最擅长的 就是半导体的上游产业 主要是像设计芯片呀 这些的能力 但是美国现在想要把中游和下游 都拉回到本土进行制作 以及成立新的市场替代中国 这对于整个全球来说 又是一场重组 但是能不能成功呢 真的是要看美国的运气了 好